不是 咱再说你啊 你一直是低血糖 贫血 脸色一直发白 贫血你还去献血 只有我能救她 沛队不成功倒也罢了 现在也成功了 也答应她了 给人家希望了 又反悔了 这怎么行呢 你那个四妹 是那个周翔的前女友对吧 她出了多少钱 你那个三妹呢 她出了多少钱 你二妹 那给她老公的前妻 一出手就是四百五十万 你呢 是 五万五千不多 但是五万五千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 都是你辛辛苦苦从牙缝里面 挤出来的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你买过一件新衣服吗 我让你换件新衣服打扮一下自己 你听我话了吧你 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好 我没跟你商量自己就决定了 但是仅此一次 以后我都听你的行吗 不 你就让我救周翔吧 周 在拉高相亲的时候你跟我说 你是家里的大姐 家里的孩子多不宽裕 你明明成绩好 最后却选择了中专 想早点出来为家里挣钱有这事吧 后来我工作了 后来我工作了 挣钱少 你自己省吃剪映 穿补丁衣服 也让我吃好的穿好的 怕别人笑话我有这事吧 这到现在 只要我和小军不在家 你自己一个人就吃剩菜剩饭 对付一口有这事吧 我就说你 你傻我跟你说 这么多年 你就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对吗 因为你是大姐 因为你是妻子 因为你是母亲 别人可能和我一样 刚开始很感动 可时间长了 别人就习以为常了 你的善良 被别人认为是应该的 可能你都觉得 自己这样是应该的 你不这样做 你都难受你知道吗 以前的事咱就别说了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 小冯 我是你男人 这个世界上我最心疼你 可光我对你好没用 你得自己对自己好才行 人自私没有错 要让这次算我求你 咱不决了 行吗 corrigew Earlier 小冯 你还记得 我们离婚协议书 还在我这呢吗 咱俩一旦要离婚的话 你还记得吗 小椎跟着我 你还记得吗 不是 你不会因为这事 你跟我离婚吧 你 作为你男人 我绝对不允许你做这件事 除非我现在不是你男人 这 来 这么晚你带孩子干什么去 你走开 你走开 你干什么去 你干什么去嘛 你干什么 来 干嘛吗 小椎 爸爸带你找个新家去啊 给我 你走开你 你 你走开 我要和你家 黄友诚 你把孩子给我 你走开 我都在一天 她说的是什么 她说的 她说的是什么 她说的 是谁 她说是什么 你竟然烟通不看完 我说她说的 我说的 你都不看我 你都不看我 就五分钟 爸爸保证 你妈妈会下来给咱们道歉的 咱们就会回家了 你再坚持 你要坚持住 不能半途而非知道吗 太过分了 怎么长时间了 她还不下来道歉 简直你太过分了你 我要回家 妈妈再待五分钟就要下来 好不好 她怎么还不下来 我跟你讲 行 行 行 好 行 好 行 退 她这王女不许是 太过分了 来来来来来 走 走 喂 您好 您是全方女士吗 怎么了 我是 我是周翔的主治医生 请问您跟周翔什么关系啊 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马上到外公家了 到外公家了 到外公家了 咱 咱去 不安活了 快快快快 好痛 小军怎么了 好痛 到外公家睡啊 别急 我要睡觉 没事小军 还冷不冷 孩子 我 她刚刚病情突然加重 虽然抢救成功 但今晚最好有人陪护 她的紧急联络人都联系不上 您是她手机同学路里的第一位联系员 不知您能否想想办法 好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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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幸亏这个全爱值班啊 全水到店里去住了 不然他们两个又在问东追西的呢 你说这怎么弄啊这是 又是怎么回事啊 爸 这回你点为我做主啊爸 什么事我为你做主啊 我今天跟她去医院 你知道那捐献书上怎么写的吗 那后续账多了去了 可她呢 跟没看见似的 认死理偏要捐 光捐也就算了 人家把家里那五万块钱全拿出来了 说人家给周强补手术的缺口 这个钱钱打赏 人人在打赏 爸 我可就是您这一个老丈人 这平白无故地冒出一个讨债的小舅子 这整个家都毁了呀爸 这么多后遗症了真是没想到 你刚才说这番话呢 站在你的立场上 有你的道理 对 可是全方他跟爸谈过 我说了我支持他 爸 您怎么也跟着犯糊涂了呢 您是 反正我不同意啊 这事以后 不管小方怨我恨我 反正我都是为他好 这事我不同意 我 不然我跟小方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咱们仨在一块再聊聊